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在8月2号到8月7号准备带大家去山西的运城和林坟 也就是近东南去进行游学 运城一个地级市的古迹就有上百处 就国家级文保单位 所以它可以讲的是中国国家级文保单位最多的地方 比如说三大唐购之一的广人王庙 我们就能在这看到 还有著名的比如像秋风楼 还有著名的永乐宫壁画 元代的永乐宫壁画 还有比如说像著名的晋国博物馆等等 反正看古迹一定要去山西 那么山西运城的古迹是非常多的 而且官帝信仰的祖庭也在山西 所以官帝庙等于祖庙也在运城地区 因此这一次如果大家跟我们去了运城和林坟 也是那句话保证不虚此行 您如果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期待跟大家一起游学 好咱们言归正传 这两年世界不太平 在欧洲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 除非一方彻底失败 否则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而在亚洲呢23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尔闪及以色列这场残酷的以哈战争 也进行了八个多月 由于以军进行的是城市巷战 哈马斯尔匪帮又喜欢把老弱妇虏当盾牌 所以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这就对舆论造成了很微妙的影响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国际上对以色列抱有同情 纷纷谴责哈马斯尔 结果呢 卡到现在了 国际上不论东西方国家都纷纷谴责以色列 开始同情哈马斯尔 一些西方国家呢 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反义示威 这其中呢 就包括一大批哈瑞迪派犹太人 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 同情巴勒斯坦人 甚至烧毁以色列国旗 表达自己的愤怒 西方社会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反乙 这可以理解 那这些哈瑞迪犹太人 为啥反乙反的这么起劲 他们为啥不跟自己人站在统一战线上呢 今儿咱就聊到这个话题 讲这个哈瑞迪犹太人呢 还是从犹太人的历史讲起 他们苦难呢就不多提了 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历经磨难没有被同化 这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犹太人 有极其封闭排外的宗教信仰 可以说没有犹太教 就没有今天的犹太人 也因为创教时间太早 犹太教也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 在内部呢 分化衍生出了很多派别 比如正统派 改革派 保守派等等诸多流派 其中呢 这哈瑞迪就是正统派当中的一支极端力量 18到19世纪前后 面对欧洲各国的排油浪潮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 犹太人中呢 掀起了一场改革启蒙运动 大批教徒改变传统宗教生活方式 主动融入世俗化社会 可也有一批犹太人 坚决抵制这种世俗化改革 他们坚守犹太教的传统 宣称呢 他们的教义和信仰 直接传承于上帝的使者摩西 所以犹太人必须执行遵守摩西创造的教义和戒律 这批犹太人呢 就被称为哈瑞迪派 到了20世纪前后 各国反游运动越演越烈 以至于呢 发生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暴行 面对民族悲惨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 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 越发认识到建立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势在必行 而作为最保守最极端的一派 哈瑞迪犹太人完全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 不论是被迫流浪千年还是被纳粹屠杀 这些都是末日审判来临前 上帝对犹太人的考验 到了那天 所有死难的犹太人都会被复活 甚至他们搬出犹太教义 解释说 现在犹太人是在流浪赎罪的阶段 必须躺平 等到上帝派来的弥赛亚 带领他们才能结束流浪建立国家 现在弥赛亚还没有出现 你们这帮人就想建国 这不是武逆上帝吗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法理 他们也完全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所谓的应许之地 按教义来说是暂居之地 因此没有上帝亲定的弥赛亚 从天而降 犹太人就是不能建国 如此看来 这哈瑞迪派犹太人和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 压根都尿不到一个狐狸 不过到了1948年 随着英国人托管期结束 以色列建国在即 虽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是主流 但是他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犹太力量 所以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战线 以色列国父戴维本古里安 找到哈瑞迪派的拉比 请求他们支持犹太人建国 给出的条件也非常优厚 只要哈瑞迪派支持建国 以后哈瑞迪派不用服兵役 不用交税 保持所有传统宗教习俗 并且由以色列政府提供经学院所需要的一切开交 可以讲 本古里安给的这些特权 足以让哈瑞迪派成为以色列的天龙人 面对国父给的条件 哈瑞迪派的拉比嘴上依然反对建国 但身体很诚实 选择了妥协 犹太人还是如愿建立了以色列 而建国初期呢 以色列的哈瑞迪派人口只有一万多人 这也是国父古里安 同意哈瑞迪拥有特权的理由之一 你就这么点人掀不起什么疯了 万没成想啊 这个哈瑞迪派犹太人遵从教义 从不避孕 每对夫妻至少有五个孩子 一些夫妻的孩子甚至能生到十到十五了 如此强的繁殖能力之下 从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到现在不到八十年的时间 哈瑞迪人口从一万增长到了一百二十万 整个以色列才九百多万人 这些人占了以色列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不过呢 由于国父给了他们特权 而这些人又完全遵守古代犹太人所有的教义和戒律 所以这批比最保守的穆斯林还要保守的哈瑞迪派人越多 就越成了以色列的负担和隐患 根据教义规定 成年哈瑞迪男性的工作除了毒精 只有勿农 以色列是全世界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根本不需要大量的人力搞农业 因此绝大多数哈瑞迪男性 终身沿袭托拉经和塔姆德等犹太教法典 除非关系到切身利益 否则他们极少参与世俗社会 没工作怎么养家糊口啊 跟以色列政府要啊 当初国父许了什么承诺 都是要履约的 因此哈瑞迪家庭生活来源的大头 只能依靠以色列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和福利 如果不够用就靠家中的女性打工维持 反正别指望着男的干活 如此一来指着吃福利和打零工 就导致哈瑞迪派家庭普遍贫困 有统计数据表明 哈瑞迪家庭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 大约是3486谢可 相当于6274块钱人民币 而非哈瑞迪犹太人每月可支配的收入是7342谢可 相当于13000人民币 两者相比差了一倍 虽说靠吃福利哈瑞迪犹太人勉强生活的下去 但一百多万哈瑞迪都在吃福利 以色列政府就吃不消了 只好不断提高税收来养这帮天龙人 不仅如此 哈瑞迪派犹太人还享受不用服兵役的特权 对于以色列来说自打建国之日起 就被周围的阿拉伯邻居穷 几次中东战争下来 差点亡国灭种 因此服兵役应该是每个犹太公民的义务 而以色列的基本法规定 连女性都要服兵役 可是那哈瑞迪派犹太人搬出教义 上帝说过不许杀人 也得以色列政府只能干瞪眼没辙 虽说2014年以色列议会以高票通过 对哈瑞迪派征兵的法案 但除非是上帝亲自来跟他们说 否则作为天龙人的哈瑞迪根本不怕 成群截队上街游行 理直气壮反对服兵役 甚至泛弄出狠话 哈瑞迪服兵役之日就是以色列内乱之时 所以以色列政府无奈 只好在15年出台替代政策 打发哈瑞迪男性去社区服务 半年到一年以代替兵役 在教义和特权的加持 以及庞大人口的基数之下 哈瑞迪犹太人就成了 最让以色列政府头疼的一帮人 而一些哈瑞迪犹太人 也不是六根清静 没守成规 经常跳出来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一向强日的以色列当局 却根本拿着100多万大爷毫无办法 随着哈瑞迪派的超高生育力 再加上他们遵守教义 反对以色列建国 或许再过几十年 哈马斯凉透了 这灭亡以色列的重任 或许就落在这帮哈瑞迪派犹太人身上了 好了 关于哈瑞迪犹太人的历史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